阿隆布鲁克斯的名字,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尤其是对于火箭球迷而言。 作为2007年火箭自己选择的新秀,小黑豆布鲁克斯经历了姚明最后的辉煌,他曾经跟着火箭一起打进季后再次轮,到了2008-09赛季火箭,将阿尔斯通交易走之后,布鲁克斯成功当上了火箭手把空卖。 不仅如此,随后到2009-10赛季,布鲁克斯还成功拿下了剑部最快球员。 说来,虽然剑部最快球员一直有着魔咒,但是能够拿下这个奖项的绝大部分球员还是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保持状态甚至成长为虚心的。 比如最近几年的字母哥,CJ·赖克勒姆,阿克勒,暴罗·乔治等人,即使是曾经的格兰杰,特克格鲁也都有过短暂的辉煌,然而布鲁克斯却没有,他可以说是今年来进步,最快球员中陨落最迅速的一个,甚至比莱恩安德森还要夸张。 回到2009-10赛季,火箭相比上赛季发生巨变,埃泰斯特已经不在,阿里扎到来,麦迪中期离开,姚明则因为伤病缺席了一整个赛季,加之球队内心人较多,布鲁克斯因此得到了大量的机会。 他在这个赛季场均可以拿下19.6分2.6篮板5.3助攻,三分命中率达到39.8%,相比上赛季的场均11.2分3.0助攻,布鲁克斯坚步巨大,他也毫无悬念拿下了坚步最快球员。 这是火箭十多年来的第一个坚步最快球员,可以说,当时的火箭球迷对布鲁克斯充满了期待,有些球迷甚至觉得布鲁克斯可能会在下赛季成长类权明星级别。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一年最终成为了布鲁克斯唯一的巅峰,在他三年级就拿下进步最快球员之后,布鲁克斯未来的生涯再也没有重新启示。 他在2010-11赛季被送到了太阳,随后一位联盟停摆,小步一度来到CBA淘金,重摆NBA之后依然表现平平,期间还短暂回归了火箭。 但事实在难说优秀,尽管至今一直在联盟中打球,但是他的定位已经逐渐变成了球队边缘角色。 上赛季的森林郎,30岁的布鲁克斯场军,只能得到5分钟路上场时间,拿到2点3分。 那么为什么布鲁克斯没有成功打出来呢? 说来最大的原因还是天赋。 作为一个真实身高只有1米80的小个后卫,布鲁克斯在同类之上唯一具备的优势便是速度。 他的百米冲刺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期联盟最快,因此在突破和快攻,使拥有了极大的优势。 但是偏开速度之外,布鲁克斯在同类之上其他每一项却都是劣势,他的身高,地下都不出色,身体素质在后卫线上更是属于单薄形,保守意识也不强,因此很容易被针对。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布鲁克斯发挥出色的比赛里,经常会看到有人将他和艾弗森进行对比,两人都是速度极快的小个后卫。 然而说学话,我们明白,那时候火箭球迷的期待,但是艾弗森和火箭答案,有着本质区别。 前者的身体素质是历史级别的优秀,甚至可以去参加职业橄榄球,同时艾弗森的球感和意识也是多年难得一见,这些都是布鲁克斯无法比拟的。 不仅如此,布鲁克斯的投篮也极大程度,限制了他的成长。 值夜生涯布鲁克斯的投篮命中率仅为41.3%,即使是巅峰的2009-10赛季,也不过只有43.2%,他的中远距离投篮,甚至篮下终结能力都只能说服普通通。 成名之后,在对手更多的针对性盯防之下,布鲁克斯其实更应该提高投篮技巧,但是这一点始终没有见到长相。 最后,布鲁克斯的远落实际上,也有着一些客观因素。 2010-11赛季开始之后,布鲁克斯实际上依然是火箭的招开后卫,但是开赛之初面对马次的比赛当中,布鲁克斯在一次全场狂奔尝试超远压少三分的过程里,不慎踩到了站立不动的买努及诺比利的脚。 脚踝扭上之后,布鲁克斯缺席了大量的比赛,期间陆锐从替补打到了首发,付出的布鲁克斯从而失去了位置,并且最终被换到了太阳。 总而言之,小黑洞布鲁克斯之所以没有打出来是有一定原因的,甚至当时已经拿了剑步最坏球员,依然有一些球迷不看好他,因为像布鲁克斯这样的小后卫,想要在NBA打出成绩实在太困难了。 他短暂的一年成功很大部分,归功于扎德尔曼手下大球并且球队培养。 必须要说的是,布鲁克斯是近十年来,唯一一个没有拿到大合同的进步最坏球员,只能说NBA是残酷的,角色球员出身的小个后卫,强如小托马斯最终也没有收获得到合同,说到底,天赋还是最为重要的。